台湾的能源政策 这个月整个6月份 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是电价了 因为夏季电价6月1号开始实施 加上过几天 6月10号就要进行第一波的调涨了 如果换算下来 整个6月份的电价涨幅会达到29% 听到这个数据 大家恐怕要皱眉头 觉得荷包要失血了 但其实省电 真的要从大家的日常生活做起 我们为您统计了几项 比较耗电的家电用品 排行榜第一名的 叫做家庭使用的电热水器 不论大型小型 其实都非常耗电 接着是冷气热水瓶还有电锅 至于底下这排数字 告诉您的是说 每开一个小时的电热水器 就要耗掉4度的电 换句话说 使用完毕就关掉 应该是一个基本的省电守则 今天起我们推出来电的代价 这样的专题报道 带您看台湾的电价 为什么要涨 也要看看 为了来电 我们得付出哪些代价 阿嬷总是提醒我们 要爱惜别浪费 因为从前连滚上一壶水 都很辛苦 但是 我们的生活里 只要一个动作 热水就可以一直沸腾 全台湾的电热水平超过600万台 每年用掉一座台中火力发电厂 5%的发电量 不同的电器排排放 用起来很方便 却没想到很费电 因为电费很便宜 所以根本没有用意要省电 两地在调整完了以后 在亚洲地区来讲的话 住宅用电 我们还是第二低了 本来现在比我们低一点 那么在工业用电的部分的话 韩国比我们低一点 原来就偏低 即使是这次调整以后 在全球算起来 还是前四名的低 台湾的电价问题 敏感又复杂 但拨开它的外皮 只有一个数十年未变 极其简单的分配比例 我们七成以上用电 来自相对便宜的火力发电 台湾一年的碳排放 近两亿五千万吨 其中高达56%来自火力发电 以燃煤为主的台中火力发电厂 是全球最大 发电量最高的电厂 碳排放量也最高 一年就产生 这些东西排进空气 把台湾的雨变得比醋 海酸 为了压低电价 这些环境成本都没有算进去 结果是 高污染 高耗能 高风险的一些产业 他们受到这样的一个 低电价 低水价 低土地成本的补贴 它当然它会牺牲更多的环境 以及劳工的这种的福利 我们未来应该要涨价 是涨这个环境成本的部分 环境要怎么计价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开征能源税 把这些没有算进去的环境成本 全都一并纳入计算 能源税它不是企业的事情 能源税是政府的事情 因为它是为了要反映 这些能源的消耗 还有或者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造成的外部成本 回到乡下 阿嬷还是继续烧它的水 节省用电 这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或许阿嬷不知道 什么叫做节能减碳 但是她知道 要把干净的环境留给下一代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 为了方便 还要继续消耗多少能源